连甲将近,许多要全家出国去度假,搭飞机出国玩当然是简直得开心的事,但对于许多耳验管功能不好的来说,只要想到搭飞机就害怕,有些甚至连爬山都会因耳验管不通而造成听力下降,耳朵闷晒 造成耳朵疼痛的耳验管连接中耳枪和鼻枪,平时会稍微闭合,一旦中耳压力过低或过高时,就会自动打开以平衡中耳压力 一旦飞机起降造成气压改变时耳验管无法及时打开,就会造成闷晒感,听力丧失,耳痛甚至耳膜破裂等症状 搭飞机会耳痛的一定常听到别说,忍一忍就过去了,但其实千万别忽略耳朵痛,以下提供四个小秘诀,提早预防搭机耳痛,让你开心出国玩 预防耳痛小秘诀,一,飞机上升或下降时,增加咀嚼口香糖,吞咽口水的次数,并配合做打哈欠的动作,能帮助耳验管开通,平衡中耳压力 二,先吸满一大口气后憋住,将鼻子捏紧并鼓起腮帮子,再以脸颊与喉部肌肉用力将气吹入后鼻部,有时会听到薄一声,这表示耳验管被吹开了,耳朵就通了 三,如果患有重感冒,鼻过敏,慢性鼻痘炎,可以在搭机前寻求医师协助,开些帮助鼻咽管消肿的药物,在上机前12小时服用 四,如果连狱先吃药都无法降低搭机时的耳痛,可以请耳鼻喉科医师出发前一天在耳膜上穿刺一小洞,如此可以维持三横线五天的中耳压力平衡 虽然穿刺时会痛一下,但耳膜愈合很快,不太会有后遗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